好 各位 我們來看到 這個螢幕 這個螢幕呢 這個畫面呢 是我在麥當勞 各位麥當勞 你可以看到 麥當勞 電視上的播報新聞的模式 你可以看到 跟傳統的完全不一樣吧 這其實是用PBT的概念 有沒有 PBT啊 就是那個PowerPoint 有沒有 你看 一張照片 然後什麼 對話框 那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繼續播給你看 會換了 會換了 準備要換掉了 有沒有 是不是換掉了 有沒有很像 有沒有很像我們在播PBT 現在我們要思考的是這樣子 我們要思考的是一個問題 數位 媒介 數位 文本 其實是給我們帶來 最重要的事情是 播報新聞 或者書寫文章的新的模式 新的思考 跟新的想像 對啊 以前你有想辦法想像 以前你有辦法想像 像這樣子的東西 以前你有辦法想像 像這樣子 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PowerPoint的東西 它有辦法來當作一個 播報新聞的形式跟模式嗎 以前你想像不到 但現在有可能 為什麼 你不覺得這個非常適合在麥當勞看嗎 在麥當勞 你如果專心看電視 就忘了跟同學聊天吃飯 對不對 你跟同學聊天吃飯嗎 怎麼樣 再可以一邊聊天 短短的時間內閃一下看一下 又可以了解新聞 這其實是我們時代 獲得資訊的新的模式 跟新的形式 數位文本其實很能夠去幫助我們開拓跟開創 各式各樣不同的表現的形式 你看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你們看到 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好 那不然我再播給你看 這個 基本上就是很像PowerPoint的 基本上 然後最後出來了 電視出來了 這個就是Video 就會是這樣子 基本上 我們透過我在拍下來的東西 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這一堂課一直強調 重點是透過數位 多媒體跟互動 來創造可能的新的表現形式 因為這是螢幕閱讀 那麥當勞是一個例子 那以後會不會這樣 天曉得 但它總是會不斷的變化 對不對 那就會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麥當勞的歷史 我們講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